激动了心 颤抖了首尔 终于迎来了 Abernic首款PC掌机Win600 这次的掌机将会有两个配置 分别是30201 128G 和30501 256G 30501有黑色和白色进行选择 而30201只有黑色 内存和DDR都是8G 并且预制了Windows 10家庭版系统 目前支持SteamOS 并且可以安装双系统 相关的教程和安装系统的方式 请参考Abernic的官网 我已经把地址写在了日目上 首先呢 我认为这是一款非常适合独立游戏 和模拟器游戏的高性价比PC掌机 并且它的重量其实并不是很重 大概是490克 请耐心等我一一介绍 这款掌机的主要功能吧 首先先来一个开箱吧 这次的包装看起来非常的精美 打开包装 我看到了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的小卡片 温馨提示的小卡片 告诉了我如何在欢迎界面上设计 微软的拖机账户 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 本次的配件中是非常贴心的小卡片 这里有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下方是我们Win.albanic.com的官网 官网中有关于这台机器的相关信息 资源和使用指南 其他配件有一个快充充电头 还有一个TopC的数据线 我已经忍不住想马上体验我眼前的这台Win600了 首先看看这台机器的外观吧 Win600搭配了一个5.94寸的屏幕 顶部除了散热口 还有一个USB3.0和全功能的TopC接口 这个接口也是充电接口 同时正面和侧面都是我们常用的按钮 值得注意的是右边的开关 它的功能是切换手柄模式和鼠标模式 这个我会在双系统演示环节 对这个功能进行介绍 首先我用内肉角螺丝刀拆开后盖 可以看到的我这一台30501的机器 上面有一个256GB的SSD和一个8GB的DDR 并且我发现这个机器是支持DIY升级的 可以通过更换SSD和DDR来提升机器的配置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了 在更换之前一定要拔除电池来切断电源 首先开机 再来一遍 按照Windows首次启动流程进行设置 假如没有微软联网账户 就需要设置托机账户 就像我现在的操作 假如不设密码可以留空 开机之后来到了我们的Windows中 我来介绍一下左右两边的按键分别对应什么功能吧 右边的按键对应的是键盘的WIN键 按住后可以呼出我们系统中的任务管理器 左边的按键对应的是XBOX360手柄的Home键 按住对应键盘的ESC键 侧边还有一个虚拟键盘按钮 按一下可以呼出我们的虚拟键盘 现在我在Windows系统上演示一些游戏 给大家评演一下Windows00的游戏性吧 首先第一款游戏是2022年超火的忍者神龟 施莱德的复仇 这款游戏采用了传统的复古阶级风格 属于横板卷轴的过关类游戏 并且支持单人和多人游戏 IGN评分达到了9分 这是个情怀拉脉 又融入了不少现代风格的游戏 接下来我测试一下通过网络上下载的Ritual Bass前端 打开一下PS2的生亡维基式 生亡维基式作为一款非常经典的游戏 是非常多PS2玩家的童年 这是一款对我来说有一些操作性的游戏 但是这一款游戏的确是非常多PS2玩家的必玩之作 我希望能通过也是PS3的战神 来展示一下这个机器的CPU和GPU性能 这一款游戏的游戏 这一款游戏的游戏 是此整个游戏 我是个国防攻击 我们会让你永远 使你把战神继续 把战神续攻击 接下来演示游戏是杀手武士免 作为当年的商业游戏 玩家将扮演为人学的杀手 完成游戏中指派的任务 我这一台黑色的机器已经安装了双系统 关于双系统的教程可以在官网上找到详情 网址是win.albernic.com 安装了双系统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双系统游戏切换 首先拨动我们的开关进入鼠标模式 按下电源键和音量减键开机 开机后会进入我们的启动菜单 在这里可以选择我们是以SteamOS开机或者是Windows开机 最后有请我们30201版本的Windows00 可以看到包装盒左侧的贴纸写着它的颜色和配置 30201这款游戏只有黑色的版本 而30201版本预制的也是Windows10家庭版 这台机器我已经装好了SteamOS 关于SteamOS的详情 你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下载到我们的安装镜像 而SteamOS这个系统 首先你需要一个Steam账户 这个账户可以在Steam上买游戏 购买游戏之后就可以在Windows00上运行了 现在我已经登录了账号 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演示两款经典的独立游戏 哈迪斯和死亡细胞吧 哈迪斯作为2020年的最佳独立游戏 玩家需要挑战每一个随机房间中的随机敌人 而每一个房间都会有宝箱或者是能力奖励 生命值归零的话 玩家就会打道回府重新开始 这位2018年的最佳独立游戏死亡细胞 玩家需要扮演一个被不明细胞寄生的 尸体 并在地牢中寻找出路 每次死亡呢 所有的细胞和装备都会消失 并且从最初的关卡重新开始 在游戏结合了恶魔城复杂的地图设计 洞穴冒险的地图随机生成 黑暗之魂的高风景流程和暗黑破坏神的随机武器数值 我也在这款游戏中找到了银河战士的感觉 让游戏机回归游戏本身 是Evernic 这款游戏机的初衷 作为一款适合独立游戏和复古游戏的PC掌机 我认为它能达到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我相信这款掌机也会具备非常高的性价比 本次的开箱视频到这里就进尾声了 我是小刘 期待我们下次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订阅